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平均总成本又等于边际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价格就不能变了 因为平均总成本和边际成本只在一个点相当 就是有效率规模处 所以这就意味着在长期来讲 价格必须等于有效率规模处的平均总成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说假定这个长期市场的需求在变 需求曲线在移动 那么在我们原来学的任何模型当中 当需求曲线移动的时候价格都会变 对吧 我们假定供给曲线如果向上倾斜 任何需求的移动 毫无疑问都会带来价格的变动 对吧 价格不变除非一种情况 就是供给曲线是水平的 所以底下来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你非要说这个市场上价格不能变 这个市场上可能有很大的需求 有很小的需求 但是由于自由进和退出 最终都要达到每个企业都在平均总成本最小处生产 价格必须等于平均总成本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使得它满足 就是长期市场供给曲线 必须是在这样一个价格上的水平线 就是在这儿 你的供给曲线必须是水平的 而且在这个ATC的最低点的时候 水平 你才能保证在这个市场上任何情况下需求变动 都只能得到一个等于ATC的价格 所以这就意味着你的供给曲线不能是这种形状 对吧 你必须是这个水平的 所以这就是推出来这个结论的一个前提 这条线就不对了 所以它必须是水平的 才能保证价格永远停留在这样一个 它必须停留在的地方 因为我们必须保证价格等于ATC又等于MC 好 所以最后一条 长期市场供给曲线 水平的 线 那么这个也可以换一种理解 这个理解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逻辑 那么我们说长期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 换一种理解方式 就是说 我可以看成是一个无限弹性的供给 对吧 我们知道水平的供给曲线就叫无限弹性的供给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价格比这个ATC稍微高一点 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把价格固定在比ATC最低点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政府有一个价格控制 假设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市场的供给是无穷大 为什么呢 这个证明就是说 当这个价格高于了ATC以后 每个企业都有正利润 而每个企业都有正利润 我们假定潜在的企业有无穷多个 很多企业都可以进来生产这个产品 所以这样就会有无穷多的企业进入 因为不管有多少企业进入 它的价格如果能够维持在大于ATC的地方 它都有正利润 所以这样就会有无穷多的进入 这样产量就会趋近于无穷大 相反如果价格低于了ATC 这个比较好解释 所有企业都是负的利润 所以全部企业都退出 所以供给就是零 所以价格稍微高一点 就有无穷大的供给 价格稍微低一点 供给就是零 那么这样的供给曲线 显然就是完全水平的 所以通过两个方式都可以解释 最后的这条结论 这个图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图很重要 就是左边和右边有两个图 左边这个图代表单个企业的 在一个长期 有制度和退出的市场上的 它的特性或者它的行为 右边这个图是市场的 这地方我们只画了供给曲线 将来我们可以把需求曲线再加上去 所以右边这个图反映市场的整体情况 左边这个图反映单个企业的情况 这个图表示的是长期均衡的结果 在这个时候呢 每个企业都在价格等于 ATC又等于MC的地方生产 所以是取到了这个最低点 这是我们上级课 结合我们上级证明的结果 所以单独一个企业的价格必须在这儿 这个价格已经不再是可以改变的 产量当然也必须在这儿 整个市场呢 它就遇到一个不能改变的价格 意味着它是一个水平的长期的供给曲线 所以将来我们画上 将来需求呢 可以得到 比如说需求线画上去 可以得到这个市场均衡的 这个产量 所以这个图是一个 这两个图是有对影关系的 画在一起是很重要 好我们下面就把这个图做一个分析 我们前面讲的叫比较静态分析 就是我们考虑一些事件 对这个长期的进入和退出市场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呢 我们要同时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图很重要 它既可以分析短期 也可以分析长期 我们甚至可以看一个动态的结果 我们可以让这个图移动 然后来看在短期和长期 它有什么不同的变动 那么我们的分析是要分成两步 一个是我们要先看短期 在短期内 由于这个市场上不能进入和退出 它有不同的结果 然后在市场倾向于长期的时候呢 它又有什么样的变动 所以这个图在我们将来还有用处 我们将来讲到宏观经济学 也是由短期长期怎么区分 它分析了一些基本的方法 和这个 我们下面要讲这个分析 非常的类似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 不简单的是一个比较静态 比较静态是说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短期是什么结果 长期是什么结果 我只看这两个点 但是我说我要看动态 我实际上就要描绘 这个短期和长期是怎么样过渡的 这个经济有个短期静魂 有个长期静魂 那怎么样从短期静魂 一步一步的转变为长期静魂 中间的过程是什么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 可以有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描绘 这个图左边跟刚才一模一样 这地方表示一个 这仍然是一个初始的情况 这个初始的情况是一个均衡 我们通常的问题都是说 我们假定一开始一个经济均衡了 突然来了一个事件 它会怎么样变动 这是我们通常的思路 所以左边这个图是单独一个企业在均衡的时候的 对吧 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生产 右边这个图代表一个市场 所以这条线跟刚才没有区别 长期供给 我们现在加上说这个市场有一个需求曲线 这是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我们画了这样一条线 它这条线看似有一点奇怪 这条线表示这个市场上短期的供给曲线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 它会有一个均衡的产量Q1 然后每一个企业有一个均衡的产量Q 比如说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产量一除 就得到这个市场上有一个企业的数量 有多少个企业 因为我们假定每个企业相等的 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这个SE就代表说 在这个给定的企业数量上 就是这个Q1除EQ 就得到一个企业数量 在这个固定的企业数量上的供给曲线 我们假定这些市场上就有这么多企业 不能变动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当价格上升的时候 供给量会增加 对吧 而且这个不是无限弹性的 因为我们不允许进入 所以就得到一个有弹性的供给 它的含义就是对应在这个均衡时候的 这个企业的数量下 这个有多少个企业就算出来 有多少个企业就试多少个企业 它的供给曲线 所以SE是个没有进入和退出的供给曲线 而这个绿色的这条线 是有进入和退出的供给曲线 所以它区别在这儿 那这条曲线画在这儿有什么用呢 我们待会就马上就看到它的用处 它在分析短期的时候有用 所以我们假定这个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变动 比如说中国的汽车市场上突然需求增加 大家这个收入上升了 想买车 所以需求曲线又一 短期内呢就应该看短期供给曲线 从概念上讲这是很直观的 所以短期内就会出现一个变化 由于这个市场上不能进入和退出 因为时间太短 很多企业来不及 生产汽车可能需要做很多准备 可能需要租用土地 买设备 引进技术等等 还要获得国家发盖委的批准等等 需要花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没有过去之前 只能让那些已经获得了汽车生产权的企业生产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短期供给曲线 对吧 就这个时候的供给是由SE决定 所以它带来的后果就是价格会增加 产量也会上升 所以就会带到这个均衡点 这个均衡点 那么这个反过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单个企业的情况 我们先看到市场的变动 然后我们再回到企业内部来看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候 每个企业当然生产到这 因为这个地方是利润最大 P等MC 而且每个企业有正利润 这个利润可以用 用这个 它生产到这儿用价格和这个ATC的面积 对吧 这块面积 我要画出来 来表示 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在短期内如果需求增加 市场价格会上升 产量会增加 单个企业的产量也会增加 这个正是因为单个企业产量增加 所以市场产量增加了 因为企业的个数没有变 同时呢 价格也会有一个上升 这是在短期内 这是利润的一个变化 那么如果时间开始推移的话 这是总结一下短期内的结论 如果时间现在开始推移 就是说现在经济开始慢慢 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企业也就获得了发盖委的批准 他们也开始生产出来汽车 所以这样就带来一个变动 是什么变动呢 就是这个短期供费曲线会有异 这个原因是因为企业数量在增加 由于有利润 这样呢 企业的数量就开始增加 这样呢 就使得短期供费曲线移动 因为任何一条短期供费曲线只能对应一个固定数量的企业 当这个企业数量增加以后 这个短期供费曲线就只能是移动 因为它必须要满足这个给定数量的条件 这样呢就可以看到新的变化 我们这个地方直接画出来长期均衡 但是如果有个中间过程呢 画一个S1.5呢 那么这个焦点就会在这些地方 对吧 这时候的变化就是价格会下降 每个既有的企业的产量会下降 所以当有企业进入的时候 对已有的企业是坏消息 这个很直观 别的企业的价格和产量都会下降 那么这个过程在中间不会停 如果是S1.5它不会停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还有利润 还是正利润 那就还有人要进来 就是汽车行业不到最后一分钱 被人赚走之前 对吧 大家都还是要进来 所以这样就会不断下降 就S1.5会移到S1.6 企业数量会不断增加 直到移到这个图上的S2 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 这均衡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回到了原来的价格 而在这个价格下呢 企业就又是零利润 而且它的产量是跟原来又一样 所以这样这个产业有一个周期 对吧 最终又回到了 对每个企业来说又回到了原来的情况 但是对于市场来讲呢 它有了更高的产量 它没有更高的价格 但是有更高的产量 所以价格回到原来 产量增加到Q3 比原来的Q2还要大 所以产量是一直在增加 但是价格呢 就回来了 对于已有的这个市场上的每个企业来讲呢 它又回到了原状 单个企业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有了更多的企业这个市场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 但是它完整地描绘了一个动态的一个市场变动的过程 随时间推移市场上的利润 鼓励新企业进入 企业数量控制增加 市场价格下降 价格回到最低平均 总成本利润是零 企业就停止了进入 每个企业仍然在其有效率规模式生产 是说有的东西没变 什么东西没变 每个企业的状况没有变 什么东西变了呢 市场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动 这市场状况包括企业的数量 市场上的总产量和销售量 这个发生了变化 将来大家学技能经济学 都可以用技能经济学的一些 时间序列的方法去检验 有些变量如果是在长期看来 它是不变的 它有些什么样的动态的特征 有些变量是改变的 它又有什么样的特征 所以这就是产量是一个长期改变 但是价格要单个企业的产量 在长期都没有发生变动 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结论 就是什么地方变和不变都在存在 所以这个分析 这个是非常 我们这个可能到目前为止最复杂的分析 就是要考虑到 它复杂性就在于它就要考虑到企业 要考虑到市场 这边有个互动 每一步的逻辑是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里边有很多技巧 你是先看市场还是先看企业 对吧 先根据市场的结果反推出来企业的变动 还是要先根据企业的变动来推市场的结果 这里边有些技巧 另外一个就是要考虑短期和长期 这里边有短期成本曲线 短期更会曲线 长期更会曲线 它们怎么样变动 这些问题 这个需要大家回去再仔细的琢磨一下 有没有问题 这地方可能是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将来讲到宏观经济诀 就讲到最后跟这个图非常非常像 都是这些 我们考试题里边曾经出现 这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三个点ABC 我们最复杂的时候考试题出到了 有ABC的EFG 我让你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 短期又分成极短期和短期 然后中期可能中间有几个步骤 这样就会 这个还比较简单 ABC 你可以看经济先从A到B再从B到C 有时候称为叫做产业周期 你们学一些管理学的东西 会说什么产品的生命周期等等 就跟经济学讲的进入和退出的概念 有一些是相同的特征 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假动态 就是说真正的动态应该是有动态方程 有微分方程 差分方程 这地方是一个假动态 就是我能够大概告诉你 这个经济怎么变的 但是它并没有用任何的数学工具 好 如果暂时没有问题 好 最后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就是说这个企业为什么获得零利润还在继续经营 这个地方实际上又回到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考虑了其他所有的机会成本 换句话说这个企业如果是零利润 这个人可能要考虑 如果这个老板办了一个企业 它是零利润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有很高的收入 比如说他是一个清华大学教授 他去办一个企业 他说他获得零利润什么意思呢 他已经把在清华大学能够挣到的收入作为成本 算进去 换句话说他这个角色仍然是理性的 就是说他办这个企业是零利润意味着 他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在清华大学挣到的钱 和他在这个企业当中挣到的钱是一样多 因为他把清华大学挣的钱 作为这个企业的机会成本进行了扣除 所以这个企业获得零利润意味着 他拿到了和他在清华大学一样多的钱 这个钱被成本作为成本一扣掉了 他没有拿到额外的钱 他没有超额利润 马克思讲的一个超额利润 实际上就是经济学里边讲的经济利润 他没有拿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钱 而其他地方拿到的钱作为机会成本 那么这样这个超额利润就等于他的真正的利润 超额利润等于零 就意味着他在所有地方拿到的钱是一样多 他在这地方拿到的钱和在其他地方拿到的钱一样多 这个是一个理性的 恰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零利润是要包含所有者维持经营的时间和金钱 或者说要包含他在其他地方的机会成本 所以这样他才会得到零利润 所以零利润实际上换句话说就等于说一个市场的机会的平均化 对吧 你在任何地方可以赚到相同的钱 这样你就得到了零利润 而不是说你不赚钱 所以零利润是赚同样多的钱 而不是说不赚钱 当然在垄断的情况下我们后面会讲 他确实能够赚到超额利润 垄断者确实 就是说你他这个地方能赚到钱 你就想到他这来 但是你去不了 因为他有障碍 你不能进入一个垄断行业 所以这样他可以获得确实比别的地方更高的利润 但是在竞争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这是注解之一 注解之一是说零利润不意味着他不经营 而是说他还是要正好是和其他地方机会一样好 第二个注解就是说我们要有时候仍然会遇到向上倾斜的长期供给曲线 那么原因是说我们有一个假设并不正确 就是说潜在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可能高于了EU的企业 前面的假设都是潜在企业和EU企业的生产成本是一样的 这个在有些条件上是对的 比如说清华卖煎饼 再来一煎饼摊 它的边境成本不会比原来那个煎饼摊的成本高 但是可能有的企业就不一定正确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 比如说先把这块地开发 这块地价格比较低 然后慢慢地这个土地越来越难开发 这个位置越来越重要 比如说它的成本就可能会上升 包括一些 比如说你要办一个 原来的经典的 比如说你要办一个自来水厂 可能第一个人就会把纸选在一个 这个水的资源最丰富最好的地方 你要再办一个自来水厂 可能你就只能选一个 不管是水的质量还是数量 都不如原来这个企业的地方 所以这样 新进入的企业的成本曲线 可能就比原来那个企业 通常是要高 不会比原来那个企业低 为什么呢 你比原来那个企业低 你进来就把原来企业给挤出去了 所以这个市场优胜劣的结果 一定是说在这个市场上的企业 肯定比不在这个市场上的企业成本要低 因为它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所以当如果市场的条件改变 需要这些成本更高的企业进来的时候 如果一家自来水厂的水不够用 那就必须要增加一家自来水厂的时候 那增加这家自来水厂的成本呢 就应该比原来的那个成本要高 所以这样呢 换句话说 你就没有办法让价格 刚才那个图形上回到那个原来的价格 因为你回到原来的价格 这个新进来的企业就不愿意在这待着 你要让它继续待在这样一个 比如说需求增加的市场上的话 你就要给它一个更高的价格 所以那个S1可能就不会挪到S2 因为它挪到S1.5的时候 这个新进来的企业就已经是零利润了 这时候就已经不会再有企业进来 对吧 这时候就应该停下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有可能得到一个长期向上的 风格曲线 就比如说在这个图上 这个图因为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再画到这个图上来看 如果你最终这个图停到S1.5 比如说 我们可以画出另外一个企业的成本曲线 比如说 这个图可以扩展企业一的成本曲线 企业二的成本曲线 然后市场 所以如果你到了1.5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企业二可能就已经是零利润了 假定画出这样一个图了 所以这个公开曲线就会停在这 停在这以后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长期供给曲线也会变 对吧 就是说你现在无非是说 我在变需求曲线 我看长期供给会怎么变 我假定这个供给曲线停在这个地方 那我的长期供给曲线呢 实际上就就会变 我们可以画一下 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 反正 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说一下有一点好处 我只画右边这个图 我不画左边这个图 所以我现在如果 我的原来的这个短期均衡在这 当我需求移动了以后呢 我没有回到这个地方 我就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能再移了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新进来的企业的成本 已经是等于价格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 你的长期供给曲线是什么形状呢 其实就应该是这样 对吧 所以你的长期供给曲线 最终就不是水平的 那是水平的 为什么是水平呢 就是说除非你这个 它现在一直挪到这儿了 你的长期供给曲线 才是水平的 因为是这个时候 你发现需求移动以后 这个需求曲线 相当是物理学里边讲的 这个云式一样 你去扫这个供给曲线 扫出来一条水平的供给曲线 你移动需求以后 你发现这个价格总是不变 那你就扫出来一条水平的供给曲线 但是你发现 你的需求曲线移完以后 你这个价格只能停在这儿 那就意味着 你的供给曲线 必定是这样上去的 否则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和供给曲线交的 所以如果价格停在了中间 你扫出来的供给曲线 就只能是向上倾斜了 这个就会是你的最终的供给曲线 除非你所有企业成本一样 所以最终得到的这个供给曲线 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上去 所以这就证明了 你有可能存在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 如果新进入曲线成本比较高 如果你有兴趣自己可以回去 我假订新进入曲线成本高 我想办法把这所有的图都重新画一遍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也许考试时候就出现 所以这个编辑企业的说法 Masional Fair 就是说价格稍微下降 退出市场的企业 我们作业题里边有一个 比如说在一个房地产市场上 如果你能够获得起政府廉价的土地 你就不是编辑企业 如果你的土地都是从那个招牌挂那批来的 你可能就是编辑企业 因为你的成本就比那些企业要高 所以这市场上的房价取决于编辑企业 因为编辑企业对市场做反应 非编辑企业对市场它不做反应 它可能有超额的利润 它对一个价格不敏感 但是如果有些企业它是完全是商品 化的土地的供给 它可能会对企业做反应 我们作业题有一个说 增加经济试用房 不会压低房价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试用房那些人都不是编辑企业 那些人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但是他们却不能把房价降下来 因为那个房价是那些编辑上的企业决定 那些成本比较高的企业 当消费者需求增加了 经济试用房不够用 就必须让那些不生产经济试用房的人来生产房子 那些人的成本就决定了最终的市场价格 除非你把所有的房子都变成经济试用房 你说全中国不许盖商品房 所有的房子都得盖成经济试用房 凡是任何一块土地用来盖房子的 都必须国家给补贴 让它获得廉价的土地 这样才能把房价压下来 否则只要有但凡有一个企业在市场上 它是按市场的价格获得土地的 它就决定了房价 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要买这么贵的房子 那可能有 那如果这些企业是黑心的 那你也只能以这么高的价格买房子 因为任何市场价格都取决于 最后一个卖者的成本 所有的企业的追求利润最大 它虽然廉价获得了土地 但它没有动机说 它非要便宜的把房子卖给你 既然房价能够高到那么多 我还是以这个价格卖给你 最后一家企业让我们大家都是获得好处 它进来以后成本很高 它说我要很高的房价 然后需求又在那支撑说 我就是要 这个房子我一定要要 最后一大位的房子 市场上的人一定要要 那对不起 所有卖房子的人都得付这个价格 都得付这个价格 当然政府可能各种办法管制说 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不能卖高 那可能就带来 带来寻租成本 我们前面讲的 就像生产虚格证一样 现在这个经济适用房 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盈利的一个东西 所以经济适用房可能就有人去捣买捣卖 所以我们那条作业题 基本上把那条作业题讲了一遍 就是说 就是这些问题 就是这个边际企业在有的时候 它是非常重要 它比 如果你不能改变边际企业的成本 你无法改变市场的均衡 在很大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好 我们今天 我本来还想再讲下一章 看来基本上没时间了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下期会再接着讲 好不好 好 好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